再加一倍200多億 新安東京是這一波最大的收災戶 有沒有因為台積電跌到440 我就給你不看好了 有沒有 8月8號到現在 7萬 黃董股票沒人敢碰我跟你講 就我賺得到他的錢 你的腦袋瓜要有辦法超越黃董的思維嗎 他應該有想要 對當初追1300的那些人 我認為他應該很努力想要給你的交代 你要跟我富貴穩中求 你要做什麼 微星技嘉 來那有一檔 華晴是豪塑集團的 現在就加入古海大丈夫Light生活圈 小老鼠HIH888 或掃下方Track號 並且訂閱古海大丈夫 Youtube影音頻道 訂閱按讚打開小鈴鐺 崭新的金兔年 擁有全新的前景 新朋友趕快來挖掘鑽石與黃金 成成老師將要帶著您送上崭新見面禮 跟著我們即刻布局搶現金 現在加入超划算 會期讓我們三月再起算 而且還要加送您古神養成班 即使是新手您也能夠成為操盘手 如此絕佳的機會千萬不能錯過 即刻加入Light群組 小老鼠HIH888 或撥打電話02-2542-9977 02-2542-9977 歡迎好朋友來到古海大丈夫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永成國際投庫陳建成分析師 建成老師好 陳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今天排股的表現其實算是 霞幅震盪不到100點的一個上下震幅 很多人都在等台積電 今天的一個營收公佈 後來果然營收數字公佈出來了 12月的合併營收 其實是創歷年新高位 表現是很不錯的 好 看到了數字出來了 接下來大家等的就是法術會 1月12號的法術會 所以台積電是大家所萬說 矚目的焦點 老師 既然營收公佈了 其實我已經早就跟各位講了 其實台積電每年有每年的節奏 因為它過去這10年 最主要的營收貢獻都在第4季 第4季 因為iPhone出貨的旺季 蘋果 所以在往年第4季的台積電 都是在當年的營收的高峰 所以每次1月要公佈去年前一年 包括第4季的營收的時候 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頭戲 好 可是我想 要聽可視喔 對 妳要聽可視 我們以前考GMAT 考英文考試的時候 重點要看 因為去國外念財經所要考GMAT 補習的時候老師告訴妳說 前面講那麼多 不用看 妳要講但是 本的後面 本的後面講什麼 那才是重點 那是重點 但是通常1月的台積電 法縮公佈後的股價 就會飛龍在天了 一個禮拜列見高點 對 請妳去看兩年前 677 2021 2022 688 是不是都這樣子 對 兩年前妳去買台積電 法縮完 1月妳整個去追台積電 追在677 妳就問妳整年的 妳追677 對不對 套了一年 到了去年1月 再怎麼樣 再漲 創新高 688 我跟妳講 創新高多少人跟妳講 台積電上看1000 還有1200的 對不對 結果呢 677 比前一年677 才多11塊 688 所以去年 妳 好不容易等了一年讓妳解套 妳沒走 妳又被套一年 對不對 那這一次不一樣 這一次妳不是套一年 這一次的法縮開完 不會一個月 就給妳漲回688了 所以 這一次因為 已經怎麼樣 利空不斷了 一整年 所以 我想12號的法縮之後 我相信很多台積電概念股 會有肉吃 但是台積電呢 基本上10月的400以下 妳沒去買的 妳這兩天妳要等法縮利多 再去追的 妳要小心 因為我總是會跟你 預測在前面 妳不要說 我的話聽聽看 妳可以不用試 因為過去兩三年 我來投顧已經四年了 過去幾年 我的話妳半信半疑的 妳最後都後悔了 後悔當初沒有聽進去 為什麼我敢這樣跟你講 我們的節目的YT上面都有 我們有很多精彩的驗證 包括我在每年的第一季 我怎麼跟你精準 預測台積電 包括我也跟你講說 台積電在前兩年 第二季就是低點 像2021 2021就是 那後來我說第二季是低點 對 所以妳在這個時候的台積電 大家都知道 12月營收不錯了 那接下來法說 到底要講什麼 好 來 我們今天跟各位講一下 今天台股只有漲50點 對 可是今天的外資 三大法人買超多少 200億 所以外資回來了 昨天300億 今天200億 兩天就500億 請你仔細去想一想 過去12月外資 其實感覺上在走空對不對 對 沒什麼賣 沒賣很多 可是兩天就500億 如果昨天300億 今天的200億 我跟你講今天的台幣 一定又會大漲 OK 稍後我再跟你講匯率 你不要想 你講一個股票分析室 你以為我只會做股票 我連匯率 都給你預測得非常準確 我們是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來 今天有一堂股票 已經衝到190了 就是這一檔艾普 昨天我來不及講 對不對 我們昨天給你講勵志 我今天還是跟你繼續講勵志 勵志今天也持續 來 艾普我們這一波 這個是哪一天 1月4號 我們來這邊第二天 我們來這邊第二天 對不對 我說來這邊之前那禮拜 我去日本滑雪度假去了 對不對 在聖誕到元旦中間 我在滑雪的時候 我在日本 藏王溫泉滑雪場 我滑雪還可以跟你開直播 跟你解盤 我還繼續帶 惠元買進艾普 買在166 對不對 老師那天買的時候 是12月29號 其實是破萬四當天 我跟你講光是聖誕節那禮拜 半導體跟著廢伴在殺 大部分人嚇得要死 反而帶你去追高光光肋骨的時候 只有我可以讓你抓好節奏 人氣我取 然後三頭斜照 卻向你 這樣你才賺得到大錢 沒錯 一張五萬塊的幸福 兩萬塊的幸福都有 來 艾普 4號我告訴你 對不對 公開喔 來 會員是166 6號你都還知道 我還把艾普到底幹嘛的 我都告訴你 3D堆疊封裝進出 都告訴大家 你等著看 12號的台積電法說 人家一定會問他 台積電你未來看好哪幾大方向 第一個 先進製程 肯定必須 先進封裝 對不對 再來非常重要的 那就是3D 封裝堆疊 堆疊封裝 3D IC 3D IC叫什麼呢 因為現在的東西要越做越小 所以它現在已經沒有辦法再突破 比如說5奈米 7奈米 7奈米 5奈米 4奈米 3奈米 2奈米 1奈米 東西越做越小 但是它沒有辦法 永無止盡的小下去 所以當小不下去的時候 它要做一件事情 往上堆 對不對 我們以前看到一個電動玩具的主機板 這麼大一片 以前是平面 現在所有東西要做到一個小手機裡面 往上堆 所以每一顆IC就要非常非常小 那如果它平著這樣子往上 扁著這樣放 那如果幾千顆IC 要塞在一支手機裡面 那手機就沒辦法做這麼小 所以怎麼辦 往上堆 像積木的概念 就像我們現在智慧手錶 也要用很多IC 連我們戴藍牙耳機也要IC 那手錶跟IC 這些東西這麼小 再加上現在要加上元宇宙 對不對 IC要越做越小 那要開怎麼樣 往上堆 好 艾普它一個獨步全球的技術就是 記憶體這一部分的3D堆疊 特別在記憶體這一塊 3D堆疊 來 不然為什麼它在去年 前年 它可以漲到一千塊了 有沒有 漲到一千塊 好 來 來艾普 1月6號告訴你 對不對 4號 5號 6號 我都天天跟你追 有沒有 今天的艾普 來盤中我們看一下 6531艾普 我們從會員是166 在12月29號 大盤破萬四的時候 健身老師在日本 一邊滑雪一邊發訊 你叫會員朋友買進166艾普 然後會員還回報 166成交 今天的艾普 請你看一下盤中最高 來到多少了 190.5 166到190 一張3萬6 親愛 36塊 這不是一張 像普瑞 八九百塊 七八百塊的 對不對 一張2萬6 對 有沒有 一張2萬6的錢 166塊 一張就2萬6 10張多少 26萬 10張你猜到多少錢 100 60萬 170萬 你現在就變成190萬 是不是 10天 10個交易日 快200萬了 來 哪一檔 普瑞 4966普瑞 今天已經來到960塊了 我的老千兒 老師您是在 在元旦前 聖誕的分享會裡頭 分享到 一檔4966普瑞 一檔5269享受 960了對不對 960 而且今天收最高 再創高 這是直接公開分享的 從我們來節目 來中視開始 我們是不是 我連蓋牌都沒蓋牌 直接公開 我說我剛來中視開台 就講了這一檔 我第一天 我就回饋給你 而且我說資料 只要你來要 我的元旦 實戰分享會 有沒有那時候 12月24號錄 因為我那天就去日本 我先錄好 你有參加實戰分享會 我的影片 你都可以看得到 我說你來 我連結就給你 普瑞 光是看從1月份 960 你看到這一波 1月份24號那時候是多少 對不對 這一波拉回的時候到多少 7字頭 750 960 200塊 一張20萬 200塊的價差 一張20萬 你自己算得出來 這才幾天而已 對 才幾天的時間 就算你 我們元月開始看好了 你100塊的價差也賺到了 對不對 100塊的價差幸福 好 來 例子 6719的例子 昨天剛幫你算了 20% 已經20個百分點了 一樣 這都是 昨天高扭到280 對 283 後來上影線拉下來 283 今天沒有比較差 請你看一下 今天 一樣是尾盤收上來 今天尾盤拉上來 拉到今天的最高 是啊 多少 279 280 對啊 一樣強勢 你說238 234買進的價格 到今天 親愛的 你做股票 你需要每天飛來飛去嗎 就這幾檔 我相信你看了一個多禮拜 就這幾檔股票 你們有看武俠劇的 你們有看到兩個高手 左鏘 右鏘 然後在樹林裡面 一下飛到這邊 然後鏘鏘鏘 又要飛到那邊鏘鏘鏘鏘 你每天這樣子 好忙碌喔 換來換去 你不累嗎 我們就一檔股票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 好好報勞 20% 你就20%進來了 就這樣賺起來 100萬你就賺200萬 就是這樣 很難嗎 不難 我跟你講你抓好節奏 你不用盤中 一定要追著那個 每天早上財經節目 然後每天 讓自己很忙碌 從早上9點 看到晚上10點 收盤1點半 30秒 5分鐘就換一個分析師 然後呢 晚上繼續看喔 每5分鐘換一個分析師 就講一個不同的股票 然後講了一堆 那請問你到底要買哪一個 你到底要買哪一個 看到眼都花 頭都昏了 沒錯 其實投資不用這麼複雜 為什麼 你看到眼都花 同樣10月大利空的時候 你也怎麼樣 你也被嚇到怎麼樣 嚇出場了 嚇出場了 對不對 甚至反手做空的很多 所以股票不是這樣做的 股票你看好趨勢 你看在去年一整年 在這個6月 我們帶你做精華 有 160 170的精華 我說股票沒有漲跌問題 股票也管它現在幾千點 幾萬點 你只要抓對產業趨勢 去年大部分人做股票都在賠 為什麼我們一檔精華 反而160 170可以到250 260 280 也是一張10萬的價差 都是這樣 是不是 M31 去年的半導體不是說庫存一堆 不是下到很大 從年初跌到年尾 對不對 從歲手跌到歲 歲末 有沒有 可是這檔M31是從歲手 怎麼樣 漲到歲末 對啊 所以跟行情有關嗎 無關 選股 就是跟選股 還有節奏 就是這麼簡單 節奏很重要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要告訴你 這是節奏的問題 好嗎 所以立志也告訴你了 有 艾普 對不對 一張多少 5萬 是不是 艾普一張也2萬6 好來 普瑞100塊 我不是 我是證券分析師 但是我可以跟你講 我在古海闖蕩已經30年了 從我高中 我讀建宗的時候 我就已經在研究股票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那個年代 三商銀 開發金 國泰人壽 1800 民國70幾年的時候 你們不要看我這張臉 我已經50歲了 看不出來 我讀清大的那一年 大一那一年 就是台積電成立的那一年 1990 所以我在清大那時候 科學園區根本就沒幾家公司 很荒芜 很荒芜 對 所以你知道說我讀清大 從讀清大那一年 我就見證整個護國神山 這30年來 怎麼樣一樣 怎麼樣在成長 我也看到我的學長 怎麼樣從剛畢業的時候 找不到老婆 叫不到女朋友 後來怎麼樣 進入科學園區 進入科學園區 做了5年 馬上變成發股票 億萬升價 你知道一檔年發科 500塊的股價 100張你就5000萬了 就是這樣 好來 尽管花錢 我要先跟你講一個事情 10月最差的時候 最壞的年代 美元是不是跌破頭 美元是不是漲 台幣跌破 台幣跌到32 美元一直漲 對不對 到32塊 來 我在10月 大家在恐嚇你說 美元會到34塊的時候 我跟我的會員講說 32 你們全部給我換上回 換回台幣 你有美金保單的 你有美元定存的 你不要去給我賺那個4%的利息 你會賺不到 換換換 我帶你賺會差 有沒有 我是股票分析師 我還做匯率 連匯率我都可以讓你賺錢 結果你看今天的新聞 美元指數下探7個月低點 中間我包括10月 有啊 當然有啊 有啊 有啊 10月不是美元標最高的時候 32 我帶你換在最高 有沒有 真的 八大行庫 這一張就是我們在10月19號的時候 我拿這個新聞 我在我的YT頻道 解給我的粉絲 結果的會員聽 我告訴他 來 會員 32 換回台幣 我們是帶股票 不是帶匯率 我連匯率 我都能讓你賺 全部照顧 導播麻煩給我重播 當時我怎麼講的 會員 你給我聽好 我們的操作沒有美元 但是 你跟我兩步一心肩定 你現在手上 如果 我 古海大丈夫的會員 我管你哪個班 你手上有美金部位的 請你32以上 路數續續往上丟 你就丟給這些人 你換回新台幣 你既然有美金 你現在換回新台幣 股票 我們來抄底 一路往下買 我再跟你講一次 人人會做的事情 你不要去做 你賺不到錢 真的 看到了嗎 這就是我們在10月19號 老師節目當中直接公開 公開提醒公開講 來 我最後講了一句話 我說 人人都會做的事 你跟著做 你賺不到錢 真的 10月人人因為利空 天天在殺股票 你跟著殺 很抱歉 你殺在阿呆股 甚至你去放空了 你到現在垂心肝 兩年前的7月 你跟著大家 人人在做航海王的時候 你去做 你被割韭菜 真的 那時候的7月 我一張都沒有 我還講出來不怕人家笑 我帶你做 新唐創圍 從五六十一路做到300塊 真的 你要什麼樣的分析師 對不對 選擇權在你的手裡頭 你想要再賺 光是這一月份 你看到了艾普 你看到了麗智 你看到了普瑞 你看到了翔碩 好朋友們 主心股在科技在電子 建成老師能夠幫你 精準做掌握之外 還有我們的整個節奏的掌握 現在歡迎您 一起跟著我們 崭新見面禮 謝謝建成老師 回饋給我們 中式好朋友的 超級見面禮 只要你願意拿出 你的行動力 廣告中電話直接播通 老師的會期 3月再開始做起算 回饋給所有的好朋友 您廣告中電話 直接播通囉 來 你現在看到今天的新聞 才告訴你說 兔年佔二字頭 二字頭 你手上有美金的 你怎麼辦 三字頭是怎麼辦 我10月就叫你換32 你等到今天新聞 看到二字頭 你才說二字頭 你現在才要換 你跟我差多少 差兩塊 這差很多 差兩塊 一萬美金 32萬跟30萬的差別 這就是你們跟我們會員 最大的差距 最大的最遙遠的距離 好不好 如果你有美金 不知道怎麼辦 來 Line加進來 電話打進來 直接問老師 我直接告訴你 好 老師幫助你 還有你有這美元 保單很多的有沒有 該怎麼辦 來 我已經跟你講了 不要去賺那個匯率了 不要賺那個利息了 好嗎 加賴來問 我要跟你講一個概念 我講很久了 這個邏輯很重要 我說同樣一顆頭 你要放對位置 價值都不一樣 怎麼說勒 前一段時間士足 士足賽的時候 有沒有 你看希羅 希羅的年薪多少 16億 16個億的台幣 你看他這個頭錘 錘進去你就知道 對不對 你就知道他這顆頭值16億 你想想你的頭值多少錢 同樣你的頭 我們應該講說 如果一顆頭 放對位置 你只要放對位置 價值都不一樣 沒錯 那同樣你的資金 你要放對位置 很重要 價值才會不一樣 是 所以我這邊要跟各位講一個 什麼叫狸貓換太子的觀念 石頭換鑽石 你好好去想一想你自己 過去20年 報了20年的傳產 你的財富增加多少 你報20年的國泰金 你賺起來了嗎 你報了20年的友達光電 你的財富差距差多少 我跟你講 友達光電 你報一張 一張是16000 今天還是在這個位置 對不對 來 10年前的友達 你還是買得到一張 16000的友達 到今天還是 可是10年前的信華呢 一張呢 他也是10塊起來的 但是你報對股 過了10年一張是多少 16000跟220萬的差別 你的錢要放哪邊 如果有一天 給你重新再來一次 你要怎麼選擇 如果上帝給你重新一個選擇的機會 同樣一張都是1萬 我問你 好 你人生可以重新選擇 你要選擇友達 還是信華 你告訴我 當然選信華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如果人生可以重來 你要繼續報你的友達 還是你要換信華 同樣的成分 當初在50塊 在60塊的信華 有沒有 來 就在10月股價最慘的時候 去年10月 什麼股票都跌嘛 對 我跟你講說 行情好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石頭換鑽石 你也沒有辦法狸貓換太尺 為什麼 好的股票就會像這幾天的普瑞 從幾百塊 700塊立刻又飆到900多塊 對不對 只有行情不好 大家都怕的時候 台積電 打到370 閉著眼睛砍 外資閉著眼睛砍 對不對 力旺2000塊跌到1000以下 世行KY從1300跌到500塊 有沒有 所以只有行情不好 你才有機會 讓你石頭換鑽石 狸貓換太子 這個會員當初就是怎麼樣 友達 換 288章 288章 的友達 他在10月底 他把我的話聽進去了 狸貓換太子 這邊是他的見證 他直接寫了 我當時記錯 我都說100 他自己寫來跟我講說 他有288章 簡之後是288章 他換艾浦 從10月底 艾浦從140 漲到220 對 他的288章 友達如果沒換 他不但沒賺 友達還跌回 跌到16 15 因為那時候他換17點多 對 那時候還15 換了艾浦 他還倒賺的嗎 快200萬 對啊 這就是 狸貓換太子 石頭換鑽石 所以我告訴你 你要跟希羅一樣 你的頭要放對位子 希羅這顆頭拿來踢足球 他一年可以賺16億 對 你的資金你要放友達 還是放信華 還是你要放下一檔的信華 或者是 當年川普打華為 2018年的時候 四星KY從176 跌到70塊 後來的四星KY從670 漲到1300 千金股 1300 是啊 那時候你有沒有很多船產 也是在六七十塊的 如果你換到四星KY去 你可以 你從 假設10張 六七十萬 你變成多少 1300萬 這就是差別 船產有辦法給你這樣的 這樣的獲利 獲利嗎 獲利嗎 有辦法給你這樣的機會嗎 也許有 但是機會不大 但是我們台灣的競爭力 我已經告訴你了 在哪裡 就在科技 在半導體 在護國神山 是 所以我告訴你 為半導體 無期批拔 左任儀 你現在有辦法回到 沒有手機的時代嗎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老師現在有沒有新的標的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告訴你 跟著蜜蜂找花朵 跟著蒼蠅 你要跟著我們台灣 最有競爭力的產業走 你就有辦法享受到 友達換到 下一檔四星KY 下一檔 姓華 趕快 跟獲利 好嗎 現在機會在你手裡 展新見面裡 趕緊來跟上 老師 蕙琦 三月再開始做其算 想跟著老師 我們一起來掌握半導體當中 接下來有什麼樣的新標的 即勵志 艾輔之後的新個股 好 歡迎我們 直接把廣告中電話撥偷 會期三月再開始做其算 再次感謝陳建成分析師 和好朋友做的分享 感謝建成老師 謝謝甜心 謝謝各位 讓我 骨骼大丈夫 陳建成 帶你富貴 穩中強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